深深感受到 这个意识形态对国家的伤害 冲袭台湾能源相关论坛 民众党主席柯文哲 在把炮口对准中央 但柯文哲恐怕得一些解决 自己任内北市科园区争议 议员质疑T16有提投资计划 一接之隔的T17 18 为何不用 使用的投资项目都是要一样的 为什么T17 18不需要 你完全台北市政府完全不知道 德标的新光忍受到底要做些什么 我们当时一直没有办法决定说 柯文哲强调T17 18设定地上权 本来就不需要提投资计划书 不过引发疑虑的 还有柯市府与新光忍受的诸多巧合 林彦凤直疑 为何得标的新光忍受 唯独有市府二访的待遇 从2020年11月柯市府败会新寿 就听从新寿建议三块分开招商 隔年2月柯市府代表二会新寿 新寿又建议全力经下修 没多久4月柯文哲就拍板T17 18 免提投资计划 10月新寿以44亿得标 而这段期间都是 吴新寿担任新寿副总 2022年2月登记地上权后 同年11月吴新寿就地补社民众党立委 是不是没有做到利益回避 有瓜田底下的疑虑 柯市府是故意把高级水蜜桃 当作土芭拉在卖 然后让新寿抢到便宜 在喊话将市府公开会议记录 柯文哲不认土利厂商 与来绿议员持续交锋 陈立学 黄兴诚 郑海中 SN就是什么的